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有台湾媒体爆料 有近200名美军在台湾协讯台军 台湾防务部门和美国有关部门 对此并未否认引发关注 台湾舆论认为 美台军事勾结不断 会进一步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等媒体报道 为强化台军战力 美军已派出超过百名现役教官到台湾 进驻台湾陆军新兵训练中心和后备旅等 提供训练建议 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年2月的报道 美国计划在未来几个月 向台湾派出100到200名军人 拓展在台湾的训练计划 而这一人数在此前是30人左右 有美国官员称 新增的美军教官将训练台军操作美国武器 并在战术层面加以指导 对于美军增加在台湾军事人员的报道 台军方面和美国在台协会都未予以证实 台湾防务部门发言人18号表示 只要有助台军训练和战力 都会持续深化 扩充与所谓盟友的交流 但对细节不予说明 美国在台协会18号声称 不评论具体部署或交流 但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所做出的调整 除美台军事勾连加深之外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18号窜访台湾地区 并将与蔡英文见面 据台湾媒体报道 罗森伯格曾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深顾问 负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在今年3月20号 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一职 上任不到一个月就窜访台湾 对于美台之间频繁互动 尤其是军事之间的勾结 台湾媒体表达了担忧 台湾中时新网发表文章认为 美国方面不断炒作台海紧张 挑唆台湾进行军事备战 并深度介入台军在人员 武器训练等方面的政策和部署 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美军会在哪里 美国的目的还是想让台湾当炮灰而已 美台之间的互动也会加剧台海紧张 让战争的风险升高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参谋总长任期届满 将进行新的人事任命 而新任参谋总长是现任台海军司令 也是民进党当局所谓的 潜艇制造的关键人物 来看报道 台湾中时新网报道称 台军参谋总长陈宝渝去年5月届满 延期一年后将在本月底卸任 将由现任台海军司令梅加树接任 人事任命将于5月生效 台媒报道称 梅加树去年6月才升任台海军司令 任期未满一年就升任参谋总长 创下司令任期最短记录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 梅加树从任职台海军参谋长至今 经历了雄三导弹物社 敦目舰队爆发疫情等重大危机 都使他出面处理 替蔡英文化解了难题 此外 梅加树曾任台军军备局局长 熟悉民进党当局推出的 所谓潜艇制造政策 而台湾第一艘所谓制造潜艇 将在今年9月下水 梅加树升任参谋总长后 将成为推动这一计划的关键人物 18号由党内民调机构公布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调 结果显示 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支持度领先 但与上个月相比有所下滑 国民党方面 侯友宜依然是支持度最高的人选 来看报道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在20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中 支持民进党籍候选人赖清德的比例 为33.4% 领先其他候选人 国民党方面 侯友宜的支持度为29.7% 紧随其后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支持度 为22.6% 与上个月民调数据相比 赖清德支持度下滑了2.8个百分点 侯友宜则上涨了4.9个百分点 两人差距缩小 意味着变数依然存在 由于国民党方面 没有确定征兆谁作为候选人 表态参选的红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也被纳入民调对比当中 数据显示如果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参选 赖清德的支持度为35.1% 郭台铭为26% 柯文哲为24.1% 与侯友宜参选相比数据略差 显示出侯友宜依然是国民党最强人选 台媒爆料 美军派遣百名现役教官铸台指导 人数可能增加到200人 美台十年协讯互助后 台湾陆军大幅变化 美台军事合作为何从秘密变高调 美国的连环政治操弄 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 请关注本期热点投视 百名美军教官铸台 为台海冲突做准备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多家台媒报道 为强化台军战力 美军已经派遣百名现役教官铸台 多数进驻台湾陆军新训中心 铸台教官人数甚至可能增加到200人 此外经过美台超过十年的互助协训 台军五个特战营作战思维已经大幅变化 美军派百名教官铸台指导到底在练什么 美国又为什么公开证实渲染美台协训成果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我们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 李鸿好 张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本台评论员张斌先生 欢迎二位 李鸿你好 台北的赖先生好 全球的确实观众大家好 台媒爆料美军官进驻台湾的事实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媒爆料 为强化台军战力 美军已派遣百名现役教官驻台 多数进驻台湾陆军新训中心及后备旅 实际了解训练模式优缺点 并盼望一无一期恢复一年后 士兵可接受台美双方研拟制定的 实战化科目 对此台湾防务部门发言人 18号表示乐观其成 且将与所谓有盟国家 共同努力执行这方面的工作 有台湾军事专家称 美方此举是落实 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提及将深化与台湾军事交流 强化台湾防卫能力 预测美方将派遣200名左右 教官驻台 是以电磁对抗 共同作战图像整合 基地防护 陆基防空及反舰火力配置为主 据美国国防部的资料显示 美国的军官进驻台湾 帮助台军进行协训 这几年都保持在30人左右 而且形势比较低调 并且不以军官的身份 在公开场合露面 但是此时却突然高调地对外渲染 美国的军官在台写训 并且即将派200名军官进入台湾 为什么现在要做这样的证实和渲染 由于在这段时间内 台湾的民众对美国失去了信心 特别是在乌克兰的战争 大家看得好清楚 美国对乌克兰说 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 但是他完全不敢介入作战 更何况在去年 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雷根号的航母躲得十万八千里远 所以台湾的民众豁然发现 美国不可靠 像在这一次的军演 美国的尼米兹号也跑得很远 所以台湾的民众一般都认为说 你美国根本就是空口说白话 你根本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 还什么叫我们要守住三个礼拜 一个月以等待美元的来到 大家开始对美国不信任了 以美论是台湾的主流 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 他怎么样挽回他的颓势 挽回台湾的民众对他的不信任呢 突然间他们的政客 华府的政客也好 五角大厦也好 他们突然间高调起来了 大啦啦的没有顾忌 完全不管大陆的感受 而且实质上是违反一个中国的内涵 他的动作就越做越大了 从过去三十个人隐蔽的 他现在说要增加一百人 到最后要增加到两百个人 而且要分布在台湾的各个军队 其中陆军比重还最高 这样子一种高调 其实主要就是要在台湾的内部 向民众展示出说 美军真的是会守承诺来协防台湾 我们发现台军民进党台独分子 在这个时候也做同样的事 换言之也就是说 是在美国的同意下 突然间也高调起来 原因在哪里 因为台湾的民众认为台军没办法打上 台军不能打上 当过兵的人更是了如指掌 知道台军在作战力是不行的 就在这个时候台军就告诉台湾的民众说 你看我找了美国人来当教练了 我们的未来会跟现在会不一样 因为美国大量的来协助台湾了 所以不只是卖武器给台湾 他们的教官都到台湾来 过去是我们少量的军人到美国去受训 现在那更是大啦啦的美国的军人 那么就到台湾的各个部队 各个地方去 各个新军中心到那个地方 去传授他们的实战的一个经验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希望能够再重新 让台湾的民众相信台军能够打上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爆料出 将有200名的美国军官到台湾进行进驻 那么很有可能的是进驻到台湾的陆军 那么台湾陆军有哪些薄弱的环节 需要美国这么多的军官来协助训练 应该说美国向台湾派出相关人员 进行对台军的培训 这个以往就有 只是规模比较小 而且过去一般是见不得光的 但是以这次来看的话 人数显然增加了 过去大概30人左右 现在如果按照目前披露的消息 大概有200人 就翻了这个四五倍的这样的一个人数 这些人数里面 从目前披露的消息 大概200人里 有八成是负责对台陆军 进行相应的专业培训 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叫电磁对抗 所谓电磁对抗 我们都知道 这是现代化战争的一个非常常用的手段 一旦说用电子战 对对方发动攻击的话 那么你的雷达可能就会失灵 你的作战飞机可能就会失去航向 你的导弹可能就会被这种定位等等会破坏 这其实是现在一个惯常用的作战的配合着这种实际作战的一个重要的作战思路 那么另外还有这种图像的整合 还有陆基的基地的防护 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说是我们对台独发动打击的话 那么台湾的重要的战略目标 包括雷达战 包括军事设施等等将成为重要的打击目标 怎么样防护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陆基的防空和反舰的导弹 这是他认为打造不对称战力一个有效的手段 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 台湾又从美国购买了大批量的几百枚的鱼叉的反舰的导弹等等 是希望增加这种不对称战力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美军这次派出的相应的这种作战培训人员 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既符合美国要求台湾对抗大陆采取的作战的相应的思路 也符合台军现在整体的对抗大陆作战思路的一个转变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 我们看到演练的课目还是非常多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 美台还进行了实战化的演练 并且进行了图像的整合 那么美台之间进行这种图像的演练的整合 是为了准备在战时的进一步合作吗 好的 我们在这一次华盛顿邮报 解露出有关于台军的一些美国情报的评估 由于它是美国的给五角大下 他们决策官员的情报 那有关于台湾这方面 他们就谈到说台湾的空军的作战能力不足 有近一半的飞机不具备完全的作战能力 里面他又谈到说在陆战也好 海战也好特别是整个战区就是台湾这个战区里面 没有这个共同的作战的这个图像 那也就是说对于各个战区没有这个图像 那也就是很落后用过去的传统的沙盘推演的方法 而不是让指挥中心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台湾从北到南 东到西各战区的一个战况 所以美军来台湾评估我判断 很有可能美国未来会帮台湾建立起一个各战区的这个图像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可能会协助台军要建立一个三军通用型的通话保密系统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由于美国的军队军人200多人回到台湾来 那为什么要到台湾来到哪里去 其中80%的人到陆军去 他们到陆军哪里 陆军的新训摊位 那也就是说从2024年1月1号开始 那么对于真兵要服一年一的这一些人 他们从一开始美国就要帮他们训练 那由于明年要开始帮他们训练 所以美军就分为三步路走 第一步路就是先摸清楚状况 在新训入营的时候 他的学历素质 他的学习能力 他的心理素质 他的体能素质等等 美国就会撩如指掌 那他们就可以评估 台军经过这样训练以后能够打多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们也会了解我们新训中心的 他的训练场的设备 跟他的训练的方式 是不是太旧了 要换新等等 他们在做评估 那接着他们就开始落实 到陆军的新训中心 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知道 准备要打巷战 因为在打巷战的过程里面 最重要的还是陆军的部队在打 换言之也就是说 除了航空特种部队以外 还有就是特种指挥部队以外 另外就是一般的陆军了 因为如果台湾的空军海军都被摧毁了 不具备有制空权 制海权 而怎么样去打城镇战 怎么打巷战 依靠的可能就是这些陆军 那因此很有可能 美国他在兵训练中心里面 可能就是把重点放在 怎么去打一个城镇战 而不是打一个阵地战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美国就打算让台军大量的伤亡 透过刚才二位的介绍也不难看出 如现在美方帮助台湾进行演训 台军的整体作战思路 也跟美军越来越像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美军近年来固定透过互动操演 派遣特战分队 抵台与台湾陆军特战部队 高空特种勤务中队 密集实施空中山地水域特战协训 经过美军绿色被雷帽部队 超过十年的协训 台湾特战部队 也按小型多能模块化全天候指标 以六人小组为基础战斗单位 能快速抵达或脱离战场 及任务目标区 台湾陆军五个特战营 作战思维运用构想 与训练模式也大幅变化 通过刚才的短片 我们也看到了 经过美军十多年的协训之后 台军的整体作战思维 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美军都是如何去训练台军的 应该说美国的这个特战合作组 它更多的是要指导台军的特种作战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它是六人小组 作为基础作战单位 这个六人小组是怎么来的呢 六人小组你看二战时期 都是大兵团作战 机械化的兵团 装甲师等等 然后就用大兵团作战 但是从美国从越战之后 它就发觉 包括越战期间 它就发觉六人的小组 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形式 那么到后来包括伊拉克战争 包括其他的一些特种作战 包括救援作战 美国都是以六人作为小组的 这种六人小组呢 它是因应着当下的这种变化 一个呢是这种穿插和突袭 特种作战任务比较多 既能满足当下对通信设备 现代化通信设备的要求 同时呢从人数上呢 比较少又变于隐蔽 但是呢又有足够的自卫火力 所以美国现在 你看它的巡逻队 或者它这个一些军事行动 不管是搞这个救援行动 还是突袭行动 还是穿插行动 基本六个人为一个单位 一般来讲 组长 副组长 导航员 尖兵 通讯员 助理通讯员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配备 它就基本上能够满足 在各种作战当中的 一个火力的需要 和实际的任务的需要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所以它通讯员啊 它的这个分量也很重 包括尖兵 尖兵一般来讲 就跟我们足球一样 它就是个前锋 负责这个在前方开路啊 然后形成这种 就是我们说的扇形的 这样一个范围 然后进行相应的探索前进 所以台军现在 之所以美军在指导台军 用这个六人小组 说白了 就是未来要跟大陆 搞这个巷战 搞游击战 搞山地战 而设定的 以六人为一单位 进行穿插 进行这个对方 对手后方的破坏 等等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 其实你看这些年来 美台之间的 这样一个所谓军事上的训练 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 台军派到美国去 培训飞行员等等 进行特种作战 那么现在美国 也派相关的教官到这来 其实就是未来防备 一旦说是探案守不住之后 可能要跟大陆 进行巷战 进行山地战 进行丛林战等等 这一系列特种作战 在做着相应的一个准备 刚才你也介绍说 美国方面呢 现在呢 是在强化特战队的训练 那么为什么强化特战队的训练 特战队是不是执行特别任务的 一支队伍 我们看到今年的美国方面 是帮助台湾培训了南部的特战营 和陆军的特三营 那么台军都包括哪些 执行特殊任务的队伍 这一次特别演练特三营 因为特三营在过去 蔡英文任内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 也为伞兵跳伞的时候 那因为意外事故陷入昏迷 后来造成了这个半生不睡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特三营 它的位置是在齐山 其实台湾的特战部队 特种部队指挥部 它本身有五个营 一个营在南部 就是在高雄的齐山 那一个营在中部 三个营在北部 而指挥部也就是在武汉营区 是在龙潭 一个指挥部 五个营 三个支鼠连 那在过去 每一次他们演训完成了以后 训练完成都会 每年都会有一种 长距离的行军 有的是两百多公里 有的是四百多公里 在这个长距离的行军中 过去的演练 比较多的是三爱作战 那也就是说 当解放军进来了以后 要通过三爱 这样的一个狭小的通道的时候 这种特战部队 他的任务就在这个地方 进行埋伏 辞职作战 或者是让他的主力部队 没办法通过那个三爱 那另外一个部分 那也就是翻山越岭的 在齐袭去支援友军来作战 这是在过去的特种部队 他们常常要做的事 但是在这一次特山营却改变了 不再像过去一样翻山越岭 而在这一次却沿着滨海的城镇走 沿着滨海的城镇走 大家突然间发觉到说 整个战术观念转变了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 那么整个作战概念不一样的 沿着城镇走 其实就是要打城镇战 例如说在隔壁房间把长枪往下抛 从腰间掏起他的手枪直接对打 那更近距离的话 就直接把刺刀拿起来 那么进行搏斗 这样的一种演练 其实这就是城镇战 还有一个部分就要进行伏击 伏击对方的指挥官 另外对于台军的 例如说雷达 油库 重要的通信设施等等 这些基础的有价值的 这些军用民用的设施 进行这个维护 进行保卫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的整个作战的概念 跟以往的这种兵团的 大部队的作战是完全改变了 可能要打的就是一场城镇战 城镇战就是以人民的生命财产 作为一个战场 其实这基本上来讲是很要不得的 但是看起来 台军完全配合美军的作战思想 那对于台湾的整个城市 整个人民的生命财产 把它陷入成为一个战区 这我们是万万都觉得不可 但是看起来是朝这个方向走了 从美国低调的派 有军方身份人士入台 再到增加入台的人数 再到现在公开的证实和渲染 有军方身份人士住台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美国这一连串动作背后的政治企图 你看它的所有布局根本不是考虑台湾未来的发展 台湾民众的死活 而是从自己整体亚太战略考虑的 你比如说把台湾核心的产业台积电搬到美国去 先把你掏空 然后大批的军火进入到台湾岛内 前一段时间引起台湾民众广泛关注的 美国要把这个火山激动布雷系统 要引进台湾 让台湾变成一个地雷岛 甚至台军方面还指出了四大红色海滩 十三处可登陆的地点 进行相应的布雷 这完全就是要一个 就是说是鱼丝网破的这样一种方式 把台湾民众置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所以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他都有他的打算 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环岛的战备警循 也进行了联合力建的军事演习 这些行动其实已经向岛内的台独势力 和台独分子发出了非常清晰且严厉的警告 妄图伊美谋独 以武俱统 就是死路一条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美国现在 他做的两手准备 一手准备是把台湾牌打到极致 看看能不能搞这个所谓以台制华 另外一个 如果说是阻挡不了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 我们怎么最大可能的消耗大陆 怎么可能从台湾获得最大的利益 这其实是美国的 我觉得他这个正反两手 或者说两步棋 他现在都在考虑当中 所以从目前来看 你看5月初的时候 马上又有25家的军火商 要到台湾谈这个防务 一方面增强你的实力 另一方面捞一票算一票 能够多卖一点武器 能够多赚一点钱 对美国的企业来讲 只要有利他就愿意去做 所以完完全全是把台湾当作了一个 遏制大陆的棋子 他这种做法就把台湾老百姓 陷入到一种极度危险当中 当台湾成了美国的遏制大陆的棋子 当台湾成了一个军火库 成了一个这个很可能爆炸的 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区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台湾民众 他生活在这个岛内 他做何感受 他对未来的前景 会呈现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还是那句话 台独是死路 外人靠不住 那么如果他们还不悬崖勒马 一路继续朝着台独道路继续狂奔的话 那么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 美军在台协训且有深化的趋势 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 政治承诺的违背 必将越来越损害中美两国的关系 中国必定做出相应的反制和回击 另一方面 美国方面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拱火 包藏将民进党当局 及台军培训为战争代理人的祸行 这样不但会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更会增加岛内出现战火兵灾的可能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鸿 张先生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李鸿 谢谢赖先生 观众朋友 大家再会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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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